我原本打算不來的 不過我打算有很多人來 所以我不用來的 誰知道不是很多人 幸好我們都抽到你 第二就是我打算不用問 因為有很多東西都寫在這裏 但幸好有機哥向陳友道歉的時候 我想起有些東西你沒有寫在這裏 可能都要談一下 我猜 政綱當然講得很厲害 有些東西可能大家互相做一些反省 或者做一些 在民主上 在民主發展上 有沒有東西你要跟我們道歉的呢 好 我想先問阿基哥 不過他十八秒夠時間了 你很幸運 Albert 也可以補充一下 黃劍基議員 我覺得在民主的基本原則和價值上 我無須要有些東西令我睡不著不安樂 要道歉 但在策略上可能大家不同 特別是臨立會一次 我臨立會是所有的投票都是投反對票 但最後民氣是決定參與 因為我們為何決定參與 因為縱使它不是好的 都要進去裏面去組 正如我們一些人反對功能團體都會選功能團體 反對小卿子 今次我們都會選小卿子類似的情況 但我覺得這是策略上的分別 但策略上令很多人誤會 我要誤會我的人向你致歉 我希望邵家貞兄你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都會覺得我是不應該也不需要道歉 因為我們真是全力以赴 有很多東西是大家民主派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非戰之罪 不過不等於我們未來 不是需要更加要前赴後繼 全心全力 一致向前 這個是絕對不能夠放鬆 所以今次 重視一個小卿子選舉 每個機會 我們都爭取發聲 好 多謝你 我們終於都可以十全十美 第十個提問的選委是來自法律界的票王張達明先生 我想申明一下就是 馮劍基先生已經用完了時間 所以他沒辦法回答你的問題 何俊仁議員就還有十九秒 請提問 不如每人多兩分鐘吧 其實我還有每次問 我想只是想問關於法治的問題 兩位認不認為香港的法治近年是受到很大的衝擊 如果是的時候主要衝擊在哪一方面 大家會做些什麼去捍衛這方面 特別是在外傭居港權事件 或者港主澳大橋事件 代表申請人的律師或大律師 屬於政黨這樣受到抨擊 各位有沒有為他們發言呢 好 何俊仁 十九秒 第一 最大的威脅是來自人大的釋法 所以特區政府是絕對不能夠再主動申請釋法 第二 政府對法治的理解是扭曲 他應該知道任何司法覆核權 律師是應該盡力為他客戶爭取最高權益 而法庭是負有把關的責任 政府不應該指指點點 以及說出一些不應該說的說話和施壓 好 多謝何俊仁 我們立刻轉入到達文大會的第四個回合 請媒體提問 我們這次沒有抽籤的 請媒體的朋友盡快舉手 我們看看舉手先後決定提問的次序 同樣我們每一次提問的時間都是三十秒 請媒體的朋友在提問的時候先提你們的機構和你們的性命 至於兩位候選人 他們各有十分鐘 那個方法都好像上次一樣 他們可以選擇回答的長短的時間 在他們充分的掌握之中 但是如果他們用完了這十分鐘 他們也失去了他們的發言權 好 媒體有哪位朋友想提問的 媒體很少反應到慢的 拜託其他媒體的朋友準備一下 多謝大家 蘋果的報告 葉翁翁 其實想問一問基哥和仁哥 除了他們 唐永年和梁振英 是不會打擊地產派權 不會為我們爭取真普選之外 其實這兩個人有些甚麼是不適合做下界的特首呢 跟他們的個人素質方面 跟他們過去的歷史背景 可不可以先講一講 哪位先呢 基哥先吧 好啊 我是會先看一個人的以往的工作 我就不會考慮那個人的本身的性質 究竟這兩位的人兄 在這二三十年做過甚麼呢 基本上都是建制派 而且是越升越高 由一個普通的建制派 變成是行政會議的首席 由一個建制派變成議員 變成局長變成司長 現在選特首 如果他們知道香港有很多的問題 剛才我所提到的一些矛盾 一些核心問題 他看不到的話 他是沒有收到政府給他的資料 還是政府沒有資料給他 還是他看到都不理 還是根本就 他都動不到下面的人幫他理 又還是他是不知道怎麼理 大家看到有一百二十萬的貧窮人士 如果我們用工資中在數一半 就是貧窮的話 就是九千五的話 如果他賺九千元 於是你認為 給他五百元 他就不貧窮 這個只是數字上的貧窮 你是不知道貧窮人士 所面對環境 周圍人的眼光 他所有的設備 對他那種的壓力 那種的壓迫的情緒 一個一百二十尺的房間 住三四個人 爸爸媽媽兩個小朋友 他是沒有地方等張桌 沒有地方放電腦 是沒有地方可以有人告訴他 特別是一個媽媽是內地媽媽 是怎麼看繁體字 那種感情的東西 是在貧窮只是數字 感覺不到的 我覺得他兩個是沒有這件事 他兩個能夠做的 就是消虧曹隨 以前阿董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阿曾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現在我就繼續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他兩個都是不恰當 去改革我們香港 面對問題困難 去做一個新思維 去領導我們香港人 創開新紀元 不可疑 郭政宏議員 評價一個政治人 是有三個重要的標準 第一 他的政治的理念 和他的價值觀 第二 就是他的政治倫理 和政治誠信 第三 就是他的政治能力 先講政治理念 我不相信 他們是會 和香港人一起 去到爭取民主 我對他們完全沒有信心 他們會繼續 支持著 一個 是會維護 小圈子特權的制度 不過我希望我錯下 他可以證明我錯 如果他證明我錯 我斟茶向他道歉 但是他們 給他機會 我們好嗎 好 我進去就是挑戰的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他們那個 政治的誠信 其實我以往都講過一些 我就不想再很詳細再講 唐英年 在他處理維港巨星會的時候 他推卸責任 自己做錯事 還想刪去的會議紀錄 然後將責任 推卸在下屬那裡 這些是沒有誠信的表現 唐英年 所以這一點 他還欠公眾一個很大的解釋 第二 梁振英 我也是曾經很清楚批評過他 在一個官司裏面 他是 作出一些不合理的 一些陳述 這些陳述 大家覺得是難以發生的 但是 最難以令我相信 他竟然是堅持 是繼續 在 政策層面 以至到 去到法庭 都仍然說 政府是可以 而且曾經 作出口頭和承諾 將 很大筆 應該要補地價的費用 是寬免 這個 我真的使我對他 是有很大的保留 另外一些有其他批評 他生意做得成不成功 反而這件事不重要 我覺得 有很多人 是 有成有敗的 最成功的商人 都曾經試過破產 這件事不重要 但我反而這點 對現在 我未能夠釋懷 第三點 就是 他們的政治的能力 唐英年大家有眼看到 都不需要怎麼去評論他 但是 但是 梁振英 這麼久躲在行政會議後面 他表現過什麼呢 他今天提出這麼多 新的思維 新的政策 以往 他在行政會議裡面 做過多少事情 使政府失敗的政策 不會 一而再再而三 是實施 而從而造成了 對社會這麼大的傷害 他做了什麼呢 他要交代 請第二位媒體朋友 有提提問題 請保護你的機構和聲明 多謝你 多謝你